沙田仁安醫院出現龜滿之患 位於醫院二樓的Green Café 有一個露天龜池 中間更有假山和噴水池 但這個小小的龜池 竟然一度逼爆40隻龜 幾個月前 遠方見到情況太嚴重 就發出內部通告 說龜池不勝負荷 雖然已經安排外戶動物協會 接收部分的龜池 但希望員工代為領養 又說如果龜池沒有人領養 便會送去漁護署跟進 人安醫院表示 龜池初期只有十幾隻龜 但之後越來越多 目前部分龜池送交外協後 龜池只剩下約20隻龜 不算太逼 外戶動物協會說 因為人安醫院打算裝修 所以以為龜池領密居所 而協會已接收10隻巴西龜 兵基存在協會中心等待領養 目前只剩下約5隻中等大小的巴西龜 等待收養 ONTV多網電視新聞台報導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